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帅 这边是我们一个发货的小区域 之前 包括秀秀 包括奶瓶 在我们家买的大橙子 发的视频 我感觉 他们买的那一批 属于中规中矩 虽然很漂亮但是 没有 拿我们家最好的状态来 所以我今天又出一个视频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发货之前 拖完土晾完根的视频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头的成本鹿 看那血斑基本上都满了 看 这才是我们家 状态比较好的这种橙子 这才有极致的橙子 一会我会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价格都差不多 包括 那个奶瓶出的那个视频 还种上的那个橙子 叶层没有这个多 但是状态要比较不错 差不多 但是没有这个红 状态差不多 但是没有这个红 这都是控养的 下面咱就仔细的来看看 这小橙子精致到极点 这个东西如果要喷上水 漂亮的不得了 漂亮的不得了 你看 太圆了 包子状 杆得这么粗 来 这个如果说优积到你们家里 你只要随便一饮 都很出状态 这是真疯狂的橙子 这就是疯狂的大橙子 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养一片橙林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状态的多肉 你只要私信我就行了 这个东西我们直接给你优过去 这是发货之前的 发货之前我们都晾完根了 回家之后直接种上就可以了 看每一个都是控养的 看 不要看这个这么小 但是它控养的最少的 好几年了 最少的三年以上 你看这个杆子 这才是真正 美到极致的橙子 而且这橙子呢我都 晾了几天了 如果你回家种上 肯定要比这个漂亮的多得多 回家呢用颗粒涂 种上之后 然后浇点水 会比这个更美啊 看这个三头的 这三头长一起的 一个根 看这个大的 看这个 上一次呢就是 秀秀啊 他们 要的我的这个橙子还没有种好的状态 现在呢已经 空出 极品的状态来了 包括秀秀啊 包括哪瓶要的 我是小的 这是大的 他那个没有这么好的状态 现在呢 这一批是给 另一个网友发的 这一批呢 他要了有 七颗 还剩这么多 嗯 在这 视频的最后呢 我再 说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也是拍视频的 自媒体玩家 作者 你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送给你 做开箱视频 嗯 我们是 肉友 也是网友 我愿意让你 拍这种视频呢 让大家看见我们家的多肉 非常欢迎 视频作者 来 找我 拍视频 好了 咱们最后的视频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喽 大橙子 咱们 咱们